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的第十个法则 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创造最多的行动 今时今日已经不是大鱼吃小鱼的时代 今时今日已经是化鱼吃蚂鱼的时代 而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断地行动 其他人就会不断地行动 不断地竞争 甚至不断地去赢你 如果你说我家每天都不断地进步 其实已经不够了 因为其他人已经不断地跑步了 今时今日如果你和别人一起跑步的话 你只不过是和别人同步 你必须要跑得比别人更加快 跑得更加远 你才可以在市场上赢得出来 所以如果你永远再在思考层面上 什么样东西你又这样想 但如果没有行动的话 那就大件事了 记住行动是最重要 说个词 行动 action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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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